看懂这个故事 你会多活十年 一天 孔子的学生在门外扫地 来了一位客人问他 你是谁啊 学生很自豪地说 我是孔先生的弟子 客人说 那太好了 我能不能请教你一个问题 学生很高兴地说 可以啊 客人问 一年有几季 学生心想 这种问题还用问吗 于是便回答道 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客人摇摇头说 不对 一年只有三季 学生说 你搞错了 是四季 三季 四季 最后两人争执不清 就打赌 若是四季 客人就向学生磕三个头 若是三季 学生就向客人磕三个头 学生心想 这次赢定了 于是准备带客人去见老师 正巧这时 孔子从屋里走出来 学生赏钱问道 老师 一年有几季啊 孔子看了一眼客人说 三季 学生愣住了 可是他不敢马上问老师原因 客人说 快磕头 磕头 学生没办法 只好乖乖磕了三个头 客人走后 学生迫不及待地问孔子 老师 一年明明有四季 你刚才为什么说是三季呢 孔子说 你没看见刚才那个人全身都是绿色的吗 他是蚂蚂 蚂蚂春天生 秋天就死了 他从来没有见过冬天 你说三季 他会满意 你说四季 逃到晚上都讲不通 你吃点亏 磕三个头 无所谓 不争就是慈悲 不变就是智慧 原谅就是解脱 居足